美国田纳西州孟非斯市日前公布非洲裔男子泰尔·尼克尔斯 被警察殴打的视频 画面显示几名警察在制服尼克尔斯的过程中对他拳打脚踢 还有人使用警棍对其进行殴打 记录音频显示 尼克尔斯一度连续呼喊母亲 声音痛苦嘶哑 最终不幸身亡 事件在美国多地引发示威活动 抗议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这一顽疾 呼吁美国进行警务改革 在事发地孟非斯市 抗议者聚集在市中心一处公园 随后在高速公路上游行示威 有人手持为泰尔伸张正义 警察谋杀事关重大等标语 有人呼喊口号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以及纽约、费城、芝加哥 里特律、亚特兰大、西亚图、洛杉矶等主要城市 也出现集会或示威活动 孟非斯市警察局1月30日表示 除了已解雇5名涉案警员外 再将一名与该案相关的警员处以停职 并宣布设该起致死案的蝎子小组被永久解散 多名纽约市民日前将市府告上法庭 称上月全市有一半粮食券申请人未能按时领到福利 有人等待时间超过一个月 市主机长数据显示 负责管理粮食券和现金补助发放的 是社会服务局的缺源率达到20% 纽约市有将近200万市民 依靠粮食券购买食物和日用品 年收入2万美元以下的个人 或4万2千美元以下的四口之家都有资格申请 个人可拿到每月281美元的补助 四口之家则可获得939美元 根据联本法律 有资格领取粮食券的民众 需在30天之内获得福利 但根据市府数据 截至去年12月 有超过28000名粮食券和其他现金补助申请的福利 没能按时发放 其中有5711份申请从9月起就没有按时发放 市法务局表示 正在评估此项诉讼 市府将继续为有需求的市民提供援助 在世界卫生组织首度宣布新冠疫情 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三年后 1月30日 世卫表示 新冠依旧维持全球最高的警戒级别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会议前就暗示 疫情的紧急状态尚未结束 指出死亡案例正在攀升 并警告说 全球对这场危机的阴影作为依旧攀山 他指出 疫情进入第四年 现在处境确实比一年前好 当时 奥密克戎变异株将疫情推上另一波高峰 世卫每周获报的染疫死亡人数超过7万人 1月中旬 获报的染疫死亡人数直逼4万 其中超过半数来自中国 全球来说 世卫接获的新冠确诊通报已超过7亿5200万例 包括680多万例死亡 然而世卫一直强调 实际数字很可能高出许多 1月30日 巴基斯坦白沙瓦一清真寺发生爆炸袭击 据白沙瓦雷丁夫人医院证实 爆炸已造成44人死亡 157人受伤 警方称 爆炸发生时 约300至400人在清真寺内起到 爆炸造成清真寺屋顶坍塌 大部分伤者违背压买所致 而最新消息显示 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对爆炸负责 并称这是系列报复行动之一 巴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爆炸事件 他表示将采取综合措掠来应对 开博尔普什图省日益恶化的治安形势 联邦政府将帮助各省提高防控能力 中国四川省近日对2019年出台的 《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办法》进行修订 从2月15日起取消对登记对象 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 将夫妻应当在生育前进行生育登记 更改文 凡生育子女的公民均应办理生育登记 并取消办理生育登记时生育数量的限制 在触发社会广泛热议之后 四川省卫健委1月30日出面澄清称 新政策并非鼓励不结婚生孩子 而是为了保证未婚先孕人群的权益 让其进行生育登记后 就享有一些妇幼保健的服务 生育登记也和上户口没有关系 目前中国已有广东 安徽等多个省份出台了类似措施 或公开征求意见 2022年 中国人口出现60年来的首次减少 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点 预计将开启人口下降的趋势 迫使当局出台奖励及措施 以稳住及提升人口增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